老師您可以進到我們簡報的第14頁 在WebDuno裡面它有三大的雲端平台 三大雲端平台 左邊這兩個 左邊這兩個 它有基本的程式機目還有一個模擬器 這兩個都是不需要註冊直接點到網站就可以用的 所以對其實有時候剛開始同學在接觸它就很方便 功能最完整的是右手邊這個 就是雲端平台 它最近已經正式公告了 已經正式公告所以說 這個就需要註冊 就需要註冊 那尤其是您如果有需要比較多的支援的元件比如說什麼GPS 還有什麼那個電子放秤 還有 最重要大家比較常會用到的Google地圖還有Google試算表 需要用到這個 那如果您不需要用到這幾個的 一般的基本功能這邊 大致上就可以完成 那剛好 這兩天有改版 有改版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以先從這個 先從模擬器開始 您先體驗一下 先體驗一下然後再我們再轉到這邊再進到這邊來 你就會發現說其實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都差不多 那您往下走一下 您可以先從這邊點到這裡 打開我們的模擬器 按一下 我的部落格上面有寫了不少篇文章 就是都在介紹這個模擬器 模擬器的 那您找到這個網址之後呢 在簡報的第15頁 找到網址之後 哪裡有模擬器 在右上角這裡 有一個房子 有沒有 這個房子 這就是模擬器的區 您可以把它按一下 再按一下元件 你就看到那個板子 就看到這個板子 在這邊 但是這樣的這個區域 稍嫌比較小一點 稍嫌比較小一點 所以 您待會呢可以按這個 最大化 把它放到最大 這樣你再找比較方便 右上角這裡有一個最大化 這裡 這個地方 你要看到這個要先把模擬器打開喔 上面這個要先打開 右上角那個房子 你打開了之後才會看到我們 這裡那元件按下去呢 就會看到我們這個 開發板的元件內容 好 那你把它放到最大一下 這樣我們比較好找 你就按著拖曳出來 按著拖曳出來 你不要按一下就放開 因為按一下放開就掉在下面 它會掉在下面 它會掉在下面 所以 我都是按住它拖出來 那老師您可以先 試看看 先試看 按一個拖出來 一個開發板 一個LED燈 那如果有多的 有多的 沒有關係 你就點到它 按Delete就好了 就是那個元件有多的 把按Delete 就把按Delete就可以 那您用滑鼠的滾輪 往前 放大 往後縮小 有沒有 往前放大 往後縮小 那如果要平移的話呢 除了 直接點元件 您也可以按空白的地方 這樣就所有元件會一直平移 按所有的 空白的地方 所有的元件就一起 平移過去 您這個元件準備好之後 現在就要 把線接起來 對不對 你看我們LED燈 有長短角嘛 對不對 這裡有長短角 所以 長角是什麼 長角是正極 短角是負極 您滑到那個 尖端點那邊 它就有這個 那 短角是負極 所以我就接到這邊的GND 就拉過來接到GND上 這樣就可以了 那長短 如果您是用那個 Smart 您剛剛 您剛剛 智慧插座那邊啊 智慧插座那邊 看您接哪裡 原則上大部分都好像 大部分老師都是接2嘛 對不對 您就這邊就接到2的角位就好 那我這邊我是接10 所以我就接到這裡 那如果您不小心 這個線接錯了怎麼辦 點到它Delete就好了 有沒有 不要客氣 如果老師對那個線材收納比較有 意見的 你就中間按下去 就可以整理線 中間按下去有沒有 這個 中間按下去 你就可以把這個線整理一下 就不用說一定要 一定要 就是糾結在一起 所以老師您這樣接好了嗎 如果您這邊ok了 我就先把它收起來囉 這個放大 把它收下來 那右手邊這個元件呢 你再按一下 它就收起來了 按一下打開 按一下收起來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下面這個地方太大 滑鼠滾輪 往後一點 往後一點 好現在我們就走到左手邊這個開發板這裡 左手邊有一個開發板有沒有 你找到左手邊這個開發板 按一下 按一下 你把它拉出來 我們現在這個是Arduino的UNO 但是他 這個就是他的馬 用馬克一號跟Fly的 好 那我們現在透過模擬器 對不對 透過模擬器 那你的裝置的名稱 因為是模擬的嘛 所以你喜歡叫什麼都可以 好沒有人會跟你一樣 好 好現在我們有兩個硬體 對不對 一個呢 是這個板子 一個是LED燈 好所以你找左手邊 左手邊 有沒有一個LED燈 只要是 原件的 相關機目都在裡面 所以你從這裡按一下 把LED燈第一個 紫色的這個硬體先拉出來 那就看老師你的腳會設在哪裡 等於說硬體有軟體機目要跟它對應 所以我這邊就接到10 我的是10 你們的應該是2 對不對 好 那您看一下這邊 您最單純的 可以讓它閃爍一下 就是LED燈裡面 第四個有一個叫閃爍 你把它丟進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執行程式看看囉 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 執行程式的 好你就可以play一下囉 這樣就會閃爍啦 對不對 沒有 沒有 沒有關係 如果你沒有成功的 我有特別寫一篇部落的文章 介紹為什麼不會成功 為什麼模擬器不會成功 老師剛剛有提到說那個 名稱有沒有 我這邊打了1234 您看一下 當我執行了之後有沒有發現 Device ID這邊也變成1234 有沒有 這裡 右下角 是不是也變1234 就是 就看你上面是設什麼名稱 下面就變成什麼名稱 好就變成什麼名稱 所以因為是模擬器 那個就沒有關係 好那如果您 要修改程式 要修改這個 模擬器的內容 記得把程式先停止一下 才能夠修改 它如果還在執行中 你會發現你是不能動的 你又不能動喔 所以你必須要先停止一下 那如果 您剛剛發現 奇怪我模擬不出來 請你看一下 在這邊 我們的任務裡面 就是OneNote這個 這個平台任務裡面 我有把我寫的文章 總共17篇 也有放在這裡 裡面就有一篇 為什麼模擬器無法模擬出結果 嘿 大家比較常 犯了幾個問題 我把它整理起來 好所以您進到這邊 就可以稍微看一下為什麼會不成功 幾個 第一個硬體有問題 跟真正我們在debug是一樣的 你的硬體 比如說 因為它一次只支援 一個開發板 你可能有丟一個在上面有沒有 或者你有元件怎麼樣 丟在外面 沒有用到 比如說你我用一顆 用這個超音波 結果你外面還丟一顆LED燈 這樣也會失敗 這樣也會失敗 就是你如果要用就要 把那個線 杜邦線那個接好 它那個連線要把它接起來 不能 丟在那邊 這是 兩個有關於硬體的部分 再來 可能是程式積木有問題 我們的 這個block里 因為這是Google的 老師也許有些人有用過 scratch 對不對 它如果是不用的積木 它可以丟在 像這樣丟在外面 但是在block里面 不用積木丟在外面 會有問題 所以你有兩種 兩種方法 一個就真的把它丟掉 在這裡 你真的把它丟掉 丟到哪裡 可以往左邊丟 有沒有 也可以丟到右下角 如果你一定要看到那個 垃圾桶打開的話 可以丟到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 最簡單的按下Delete最快 那第二種呢 如果你覺得 這個 這個 我有幾個積木 我花了一點時間 寫 我不想要直接丟掉 你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叫停用 你可以把積木停用 這樣也可以 那不一定要外面停用 你在裡面停用也可以 也可以 那等到你需要用的時候 再把它啟用 就好 這樣 所以這個是 第二個 你有可能會遇到的 層次積木的問題 第三個 就真的是 角位有問題呀 你就明明 你接到二 結果你在上面寫 接十 那就完了 對不對 所以 這個也有可能 角位是有錯的 角位有錯 所以大致上 你比較容易出錯的 應該是這幾個問題 硬體的 積木的 先檢查一下 先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感谢观看